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一万五千只口红 统计数据显示 近一年购买五只以上口红的女性用户超过了300万 最多的买了500只口红 美妆市场这两年都是呈几何倍数在增长 而这些增长数字背后 带动的是中国美妆产业的成长 因为中国是全球最大的美妆代工基地 就在长三角形成了一个一小时口红产业经济圈 这是上海一年一度的美容博览会 时下全世界最流行的口红 眉笔 面膜 都可以在这里一来无鱼 你们今天最新的是什么 为什么他们要拍的 你以为我是 就在这个熙熙攘攘的会场里 有一个人因为时尚而个性十足的装扮 很快就成为众人瞩目的焦点 你好 孙小姐 很高兴认识您 是一个小女司 您是网多人 对 你好 小红姐 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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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红姐 大小红 来 为自己看 他叫崔小红 一家国产彩妆品牌的创始人 去年他的彩妆产品卖了十个亿 可谁也不会想到 就是眼前这个风光无限的彩妆品牌掌门人 十一年前还只是佛山一家工厂的大工妹 因为我从34岁开始创业到现在呢 那其实今天也是第十一个年头 做跟美相关的事情 对我而言是一个错望 从而没有想过的事 十一年前 崔小红从佛山一家照明企业离职 一脚踏进了彩妆市场 那一年 他34岁 没有任何经验 是个彻彻底底的门外汉 我是真正正正的从零开始 刚入行的时候 因为我觉得整个中国市场的彩妆 才刚刚起来 大家只知道 睫毛膏 眉笔 口红 粉饼 BB霜都是在后面才出来的 所以是一个 绝大部分的中国女性 其实都不化妆 当时 崔小红的哥哥开了一家美妆代工厂 眼见着国内化妆品销售几何倍数增长 他觉得机会就在眼前 哇塞 这只颜色好好看啊 你加上光 看一下 哦 它那个浓郁的那种 好浓郁的 酱果 酱果的感觉 哇 不错一个 你看你喜欢他这么看 被安利了 这是一个被品牌耽误了的网红 我看你一天也是不停的口红 对 对 这就是我们的工作 这个工作很好 极少有一份工作 是让你不断地去尝试美的 你不会觉得 哎 我怎么涂上去又擦掉了 你想的是说 哎 我能不能再试一个 我还想再试一个颜色 我能不能一天能试它八十个颜色 想的是这件事 我在我们刚刚开始创业的时候 一天要试十二个小时的睫毛膏 就是一直要仰着眉毛 最后我说抬头纹都是被试出来的 那段每天十二个小时 试睫毛膏的日子 时至今日 崔小红依然记得很清楚 单枪皮马 把产品装进后备箱 一家家店铺做推广 当时 依靠全球第一支架 接试睫毛膏 崔小红获得了自己的首批客户 无论在哪 美妆向来都是几个国际大牌的天下 有的国际品牌 单口红和粉底 一年的收入 能突破一百亿人 崔小红靠什么 和那些国际大牌拼呢 做品牌 我觉得要有这样的一个力量在 否则你永远跟着别人跑 怎么可能跑到马拉松呢 其实中国是可以做出国际品牌的 没有哪一种产品 能像化妆品这样 如此快速地更新迭代 很多国际品牌每季度 或者每半年一次赏心 可崔小红要求自己的品牌 每周都要退出新品 他坚信天下武功唯快不破 表现很好 我之前还有点 不是很够向心 觉得 哇妈呀 这全部是国际大牌 对 后来进来之后 我发现很多品牌 还没有响应到大家 特别快速地 这种追星的需求 因为我们希望能够在时尚的趋势上 我们能够做到是一个营运者 然后我们会根据说今天这市场的变化 然后随时去调整 整个上新的速度越来越快 越来越快 现在要做到周能够上新 上新速度的背后 愿意崔小红背靠中国完整的化妆品产业链 2008年 她在上海奉闲创立了自己的品牌 左腿是产品创新 右腿是供应链 今天我们的供应商 全部都在我们方圆100公里以内 当你需要做到周上新的时候 就需要大家的沟通效率要极高 整个供应链要极有弹性 整个配套要极为完整 完善的配套 所以这个供应链体系的搭建 对我们而言 现在已经成为叫最核心的一个 非常强的一个竞争力 从研发到原料 再到生产线 今天的中国 拥有完整的化妆品产业配套 仅以化妆品的包装材料为例 全世界80%的化妆品包裁产自中国 这些都为国产品牌提供了强大支撑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简单的判断方式 就是如果美国上的话 我们就可以全面 叫review这个品牌 刚刚是聊到说 有可能两三年之后 会在国外推出我们的金 对 可能不需要两三年 对 但是因为这个 我们都要去做准备 说不定半年呢 从零到十亿 这是崔小红的成功 更得益于周围的产业土壤 要想研发一款新口红 以上海凤贤为原新辐射的 一小时经济圈内 就可以找到所有需要的资源 这是2018年双十一期间的 一款爆款彩妆 血鸟馋之美食件 产品上限近一分钟 销售额就超过了一百万 而这款产品同样 出自上海凤贤的一家企业 新的反馈 今天早上说 工厂说这个还是比较难拔出来 这个理论上来讲 这个很奇怪呀 我也是没法相信 但是就是发生了 发生了 你没看到东西 就发生了 没看到东西不要说发生了 我看一下啊 他的说法 他的说法 哎呦 他的说法 不要说他的说法 把东西拿过来看好吧 瞬间的爆红 让傅东盛也没想到 这个包含口红 气垫BB霜 每笔在内的套装 在上线当天 一千五百多套 就全部售清 这样的销售业绩 激发了他们团队每一个人 他们在全网 收集了买家的反馈和评价 开始着手开发 这款产品的2.0版 为了精益求精 他们改进了 其中这款口红的包装细节 这是一个最理想的一个理想值 对 最理想的一个 手感是最好的一个理想值 对 眼看着马上要进行大货的生产 其中的一个口红样品 却出了点小差距 15.76是它整个的直径 你现在突出来这块多少 15.76 你看这个是突点 这个尺寸15.76 然后呢 这个就15.76 然后你本来那个管径应该多少 本来管径15.23 等一下 我问一下 为什么上线为零 就是没有上线吗 就不允许它比这个更大 对 那不能用上线 我觉得不能这样定上下线 你是个伪命题 那么难的模具 那么复杂的模具 都做出来了 我们不要死在这个 那么简单的东西上面 34种材料试验 26次调色 42次模具打样 一只口红看似简单 可从最初的想法到第一代产品面试 历时一年半 尤其这种结合东方传统工艺 通过工业化的生产 变成一款化妆品的探索 在此之前 整个美妆行业都没有先例 这就意味着 每一款模具 每一个细节 都要反复打磨实验 就说今天发现的 这个外形偏差 其实口红底座 凸点之间的直径 也就0.05毫米的范围公差 大约相当于 一根头发丝的粗心 看似微不足道 但傅东盛却不能容忍 就是一毫米都不到的一个 我们要求是这样 但是它如果 如果真的是超过这个 将近一毫米 然后0.08 0.06 它可能就会有 碰到很紧的情况 就是差那么一点点 我们等一下赶紧 重到现场去看一下 会议刚已结束 傅东盛就叫上研发工程师 姜伟军 直接赶往外于上海 青浦区的包裁场 这里是全球最大的 化妆品包装容器制造基地 你所知道的 各种国际品牌的口红外壳 瓶瓶罐罐 几乎都是在这里开发生产 这家工厂要说 也是给各种品牌 做过包装的 可如此复杂的口红外壳 它们也是第一回碰到 17个 17个部件 这个制造过程比较复杂 有这个 这个片贴上去 是一片片的贴上去 是非常耗能工的 它只能靠使工厅 那个就是我们刚才 就是上午碰到一个问题 就是说工厂反应过来的 就是说我们现在 这个比较难拉开 难拉开 刚才讨论看看 是不是这个模具的问题 我现在担心的就是什么 就是说再加上 它们会去打马 可能夹着去打马 第二天一上班 傅东盛就收到了 工厂寄来的口红样品 江哥 我收到这个工厂寄来的 有问题的样品 你看一下 这个口红看似很简单 小小的一只 但它其实颜色也好 形状也好 材质也好 有任何一个厚度 除了任何一个小小的问题 0.01毫米这种问题 都会让后面所有的 一个工序报废 这里是位于凤贤区 萧南路上的科斯美诗 它的另一个名字 是超级代工王 不愧是全球最大的 化妆品代工企业 它们给国际国内的 200多个知名美妆品牌 代工生产 2016年 这家公司的全球销售额 达到了43.2亿元 这里是科斯美诗的 中国研发中心 每一个小时 这里都会研发出 至少一款新品上市 沈玲玲是这里 资历最深的口红研发经理 她正在为客户 开发一款外观独特的口红 在众多彩妆产品中 口红一直稳占C位 在中国 仅口红一年的销售额 就超过60亿元 超过300万中国女性消费者 一年平均要买五支口红 调色 是口红开发过程中 最为关键的环节 沈玲玲 正在溶解混合 不同的单一颜色色浆 为调色进行最初的准备工作 做的是一款口红 是一款雾面的口红 然后要一个持续的温度 所以这边是一个 一个扩温电污 扩温电污保证 我们的料体的温度 在一定的温度 在75到80度 一个液体的状态 然后进行一个均质 这样让我们的颜色 更充分地混合 30分钟后 玻璃器棉里的红色液体 变得完全均匀 接下来 沈玲玲还需要进行 一些细微调整 刚刚是偏黴 现在我们加入黄 去调整就是白色 大概是加到了1.5到2克 我们现在用的衬的话 都是非常精准的 保证我们每次实验的误差 控制在一个很小的范围内 很好的区域 达到我们那个产品的 一个最终需要的一个颜色 我们的手臂是我们的调色版 对 我会用我们的手臂内侧 去做一个基底 然后再涂在上面 这样子去进行一个看色 最终呈现的是要这个颜色 对 然后我们会就是 最终做一个对色 对 然后再做调整 10到15次的调整 才能调出一款新的颜色 然后加入粉底 夹香 脱泡处理 最后灌装成型 每个月 包括沈玲玲在内的 10位口红研究员 会研发出至少 150款口红芯品 最终会有50多款走向市场 其中不少本季的当同爆款 都从这里诞生 15年前 这家来自韩国的 美妆带工企业进入中国 他们从奉行起步 从最初只有两个人 发展到现在 员工超过4000人 2018年 科斯美食中国公司的销售额 达到了28亿元人民币 他们参与并见证了 中国化妆品产业的巨变 别人都把中国当做世界的工厂 但是我们科斯美食是把中国当做了世界的市场 所以我们就把第一站 把工厂设立到了上海市的风险区 而且从零开始 到一个全中国规模最大的化妆品 代加工企业 甚至就是说 依托这样一个背景 就是说让我们集团成为了 全世界化妆品代加工领域的龙头老大 这是一个非常惊人的一个变化 每天 这家代工厂能够生产200万只化妆品 除了口红 很多最新款的护肤品 也在这里研发生产 34岁的刘潘潘 正在开发一款兼具彩妆 和护肤双重功效的多重修护腕霜 刘潘潘已经研发各种面霜十年了 可这是第一次尝试 把两种不同机型的产品 融合在一起 现在的话有一个产品需要测试 这是明显的效果 它们毛孔比较大 然后数字的话明显减少了 从市场一个规律来看的话 彩妆产品和护肤产品的机型 越来越模糊 有一部分彩妆的功能 有一部分护肤的一些功效的产品 越来越多 所以这有时候我们最近研发的一个方向 强大的研发能力 是上海凤贤美妆企业扎堆的重要原因 眼下在凤贤 已经聚集了规模以上化妆品工业企业 17家 其中2018年 有4家年销售额已经突破了10亿 这里不仅可以研发生产 还有完备的产品实验中心 乳南正在研制一款全新的防晒霜 这个质地我们能接受吗 就是很油的 对啊 因为它如果无泪 它就是肯定是延展性会比较差 延展性比较差的话 你涂抹的时候你的感觉肯定不好 我们只知道研制一款高科技产品 经常需要十年磨一件 没想到研制一款防晒霜 也要历时八年 乳南和团队想研发出一款 更加适合中国消费者的防晒产品 然而这并不容易 眼下的配方已经是第17版 但在乳南看来依然还有瑕疵 因为我们产品的刺激性 安全性一般是两个维度的 一个维度是皮肤的刺激性 一个维度是眼睛的刺激性 一般来说我们的护肤品 是不考虑眼刺激性的 但是我们这个产品 想要它更温和 我们就希望它同时也没有眼刺激性 增加一个维度 对 就是说给自己增强了一个难度吧 你如果想要满足这个眼刺激性的 没有眼刺激性的话 那你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方面你从原料的选择上面 很多原料可能皮肤上是没反应 但是眼睛它会有反应 但其实如果我们不给自己增加这个要求的话 它作为一款防晒产品 太足够了 如果说你今天说 让我们给你做一款防晒霜 其实我们很快就做好了 说实话我们就不需要说 我说这个什么七年八年 如果不是走进这个化妆品的实验室 我们很难想象 化妆品的配方 犹如电脑芯片般复杂 是一款产品的核心技术 这间实验室里 正在进行防晒霜的搬贴测试 在看搬贴啊怎么样 今天是24小时了嘛 昨天也有嘛 虽然并不明显 但鲁南还是一眼就看到了受试者背上一个小红点 这是这一轮测试中唯一的遗例 这肉眼看上去极度不明显的小红点 对于鲁南来说 意味着他的第17版配方中 依然可能存在某种刺激性能量 这是他不愿意看见的 说实话这个国家标准是四粒 其实我一两粒没关系 其实也算通过 不能说是没通过 但是我们仍然觉得 我不应该让它在里面有这样的瑕疵 所以我们还是要再去排查一下 有时候你就觉得 哎呀真是很痛苦的 就是对吧 就希望它确实能够 确实再更好一点更好一点 这一天 为了寻找配方中可能致敏的 薄荷醇的替代成分 鲁南专门找来了一个 来自苏州的原料供应商 你这个薄荷醇的 天然散粉的话 先要分线到水里面或者是油里面 你们有没有这个包好的药品 有的有的 那可以啊 我们可以再试一下 谢谢啊 谢谢 辛苦辛苦 你们接着就回苏州吗 对是的 从上海到苏州 只需要一个小时的路程 完备的工业基础 充分的产业配套能力 以上来自中心 长三角正在形成庞大的 美妆产业链 国际美妆代工企业首选的 就是上海 一年前 佩佐利从意大利来到中国 担任全球顶级化妆品代工集团 盈特利的中国区首席运营官 他把来到中国后的首站 选在了上海奉钱 这家工厂是盈特利在上海的子公司 盈特菲勒 专门生产各种彩妆笔 产品近千种 全球40%的眉笔 眼线笔 遮瑕笔 都是从这里生产的 如果不是走进这家工厂 我们也没想到 小小的一支笔里面 还有这么多学问 这是盈特菲勒刚刚给一家 韩国品牌研发的遮瑕笔 要把两种颜色的料体 分两次贯装进模具 料体和模具的温度控制 都极其严苛 每一度的误差 都会导致笔芯出现异常 而根据料体的不同 这款笔还可以做纯笔 盐影笔等不同的产品 这是盈特菲勒刚刚研发的新产品 投入市场才一年时间 销量就达到了70万支 又成了爆款 2018年 这家工厂每天生产各种彩妆笔 65万支 如果把它们连到一起 长度近100公里 佩佐利告诉记者 过去两年 盈特利集团在全球的业务增长 是8% 而在中国的增长达到了25% 因此未来 公司还打算要扩大 在中国的生产规模 我们认为,不仅仅我 但与特菲勒 认为,在未来 市场的市场 应该非常好 这是最大的原因 看到了吧 因为看好中国市场的未来 这几家世界级的美妆代工厂 都在加大对中国的投资 中国是全球最大的化妆品消费市场 2018年中国彩妆市场的零售额 达到了2600亿元 同比增长了9.6% 从美妆的热销 我们可以看到 中国市场的消费潜力 在逐级释放 而消费也已经连续5年 成为了经济增长的第一动力 2018年消费之初 对GDP的增长贡献率 达到了76.2% 进一步释放消费潜力 将成为拉动经济增长的关键因素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结束了 感谢您的收看 了解更多节目内容 您还可以下载央视财经客户端 稍后欢迎您继续关注 中央电视台财经频道的 其他节目 再见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CANADA MING PAO TORONTO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